好幾個外送員 擠成一團兩派人馬拉扯 叫囂互推安全帽 完全沒有再客氣的 好幾拳下來 一群人火氣越來越大 從店門口追打到對面民宅 過程中還有人 擠扣其他外送員 但這很明顯是火上加油 衝突一發不可收拾 連店員都跑出來查看 這樣子剛剛是有一個人 他想要打熊貓的人 後來那熊貓的人 聽到了之後來保護他 這樣子而已 後來記得我那個擠車 來來來好幾個人 11號深夜11點多 兩個30多歲的外送員 疑似是餐點拿錯爆發口叫 冒煙喔 為的就是這一格格 香噴噴的雞蛋糕 有香濃起司口味 也有甜蜜蜜的巧克力口味 花蓮市南京街的 這一間網紅雞蛋糕店 人氣爆棚 但求證店家是外送員 為了確認餐點 拍店門口外觀集餐點照片 要傳給客人 卻遭到對方誤會 以為自己無故被拍 才會大打出手 警方會通知雙方 到所來說明 之後會以這個設置法 以及刑法來做偵辦 不過避免誤會 外送員取餐的SOP 到底是什麼 對號碼 然後看一下數量 比較沒經驗的可能 他不會看 然後就直接拿走 像新人 這個麥當勞剛開始 你知道很多人就是會 新人來 然後他不會看 他就直接拿就走了 我們這些人去拿的時候 奇怪我們少兩杯飲料 外送員分秒必爭 偶爾有點小失誤 竟然擦槍走火 演變成全五行 雖然雙方私下和解不提告 但火爆場面讓品牌形象 再度蒙上陰影 記者留級教練 為治理雲傑 花蓮報導